现在为您播报一则突发新闻 周五16日下午 美国的海关和兵防保卫局系统出现故障 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系统当机 让全国的各个机场出现了大范围的延误 乘坐国际航班到达美国的乘客 在这一个故障解决之前都需要通过人工办理入境 这个故障最早是在周五的下午开始出现的 根据媒体BNO News 包括纽约和华盛顿DC的大机场都出现了长长的队伍